选战开打在新增的马西岭油池集选区 人民行动党团队抓紧时间拜访选民 并准备在未来几天挨家挨户的拜访区内的 五万五千户家庭寻求人民的委托 竞选进入第三天 在马西岭油池负责领军的黄勋才 尽早马不停蹄的拜访选民 也是文化社区级青年部长的黄勋才受访时指出 选民们比较关注的周遭的设施问题 他的团队为这个集选区拟定的发展计划 应该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 至于接下来的竞选策略 黄勋才透露可能会同蔡挫岗 三八旺等周边集选区连办竞选集会